跨越数字鸿沟的老年人 为何又陷入到数字沉迷 宠物被打造成网红 背后有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和问题 高一要学完高中三年课程 高中学习竟然也超前学习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 六十以上的老人 平均每天登陆五次APP 那就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用户 有的呢 日均在线的时长超过十小时 还有另外一份报告 叫银发人群洞察报告 说这个短视频已经成为老年网民 最主要的娱乐方式 在几大主流短视频平台上 这老人每个月啊 人均在线的时长达到了一千五百分钟 记者调查就发现 很多老年人跨越了数字鸿沟 学会上网后啊 就陷入到数字沉迷 一打开短视频APP 他就停不下来啊 这推荐的视频刷不到头 他每天啊六弯不去了 在沙发上这么一躺 一刷就是一整天 有的老人 沉迷网购是无法自拔 在家里啊 囤了一大堆用不上吃不完的东西 那经常呢 半夜都忙着抢购下单 还有的老人 喜欢这个转发各种正经体文章啊 养生伪科学 甚至呢 还照着做 好好的身体呢 都折腾出毛病来 有的数字沉迷啊 不光伤生 还伤财 伤心啊 说有的老人 因为被网络诈骗团伙盯上 向他们精准兜售理财骗局 这大半生的积蓄呢 都打了水漂 有专家就说了 老年人上网 他大多呢 属于消极的网络使用 就是被动接收这个信息 对于信息的好坏真假 他就缺乏甄别判断 很容易呢 掉落到算法陷阱 甚至掉落骗子的陷阱 有人就建议 平台啊 应该进行适老化改造 不光要让这个界面更简单 操作更方便 还要注重信息呈现的质量 对可疑的广告 不良信息 要尽到提醒的义务 另外在城市建设方面 要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文化设施 组织呢 更多的活动 生活更充实了 精神更满足了 这互联网的诱惑呢 那就下降了 瞧见没有 要实现老有所乐 这功夫啊 在往上 也在往下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 电商广告领域 普遍都存在滥用极限词的情况 一些商家 以拼音谐音一体字的方式 来规避平台的监管 你比如 最低价 他就敢用拼音最低价来代替 此外呢 有些广告当中啊 还存在什么 史上啊 国家籍啊 文艺啊 等禁用词 我国广告法明文规定 广告中不得使用极限词用语 对于违反规定者 市场监管部门 可以给予处罚 但由于各种原因 治理效果不太理想 一方面 这线上网店呢 众多监管 他都没办法做到全覆盖 另外一方面 一些商家 他绕着弯呢 使用极限词 平台呢 识别不出来 不过 再难治 那也得要治啊 磨高一尺 咱呢 就得道高一丈 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 就需要加大投入 人力物力 升级监管技术 消除监管的盲区 另外 这个商家呀 你也应该实事求是 诚信经营啊 要我说 面对网店广告的极限词 就不能够任由商家 夸大其词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这几年呢 植发市场是特别火爆 市场规模呢 将近两百亿 这记者调查就发现 火红的植发领域啊 它存在不少的乱象 首先呢 就是收费混乱 标准不一 不少的植发机构 用低价来吸引客户啊 静电 号称一元执发 等你进店之后就发现 套餐价格是一万起步啊 有的工作人员 还让客户呢 贷款来执发 其次 执发效果 它没有保证 执发呀 主要是看毛狼的存活率啊 很多机构 号称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可不少人执了还不到半年 他头发呢 又稀疏了 但却很难维权 眼看着执发是越来越火呀 一些培训机构 打着数层培训的招牌 说三天之内包交包回 有专家就说了 执发 那其实啊 是一项头部表皮的微创手术 毫无医学基础的人 你短时间内啊 不可能掌握技术要领 那隐藏的伤害风险就不容小觑了 要我说 执发行业是关乎到头等大事 可不能肆意妄为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 看天下文章标题 宠物网红 替人赚钱的工具猫狗 平时刷这个短视频 你就发现猫狗 正在成为流量之王 一个猫咪和主人机长的视频 让好多人直呼 像黄油一样浓化了 初代宠物网红 曾靠着表情包啊 吸粉无数 如今 他们正站在镜头前 靠着一个表情 一个动作 成为流量密码 你比如最近啊 很多猫咪啊 都在跳舞营业 小猫坐在主人的怀里 两只爪子啊 被死死地捏住 跟着海草舞的节奏啊 摆出各种动作 虽然有动物医生提醒 这啊 对猫的关节会造成损伤 可评论区呢 全都是好萌 好可爱 为了更吸引眼球 不少猫猫狗狗是被迫上绝火呀 你比如主人握着猫爪子 让猫咪啊 什么拿菜刀 打鸡蛋 做蛋糕 打造料理之王的人设 还有的呢 是被迫做起了吃播 要么投喂过量食物 打造宠物当中的大卫王 要么呢 纯粹恶搞啊 故意让猫猫狗狗吃辣椒 那狗狗的表情啊 越痛苦 这流量呢 就越高 这些行为对动物的健康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由短视频平台统计 平均每五秒多 就有一场宠物直播 宠物站在镜头前 人在它身后 这已经成了一条 新型的互联网赛道 拉动了价值上千亿的产业 可是 这一片笑声的背后 动物正在被迫做出 违背天性的行为 承受无法量化的伤害 要么说 如果不爱 请别伤害 别让宠物成为人类 追逐流量的牺牲 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江西一位老师 从《红楼梦》中 揭取灵感 先后复制出六十多道书中的美食 有情文爱吃的豆腐皮包子 有待遇生病时喝的火肉白菜汤 《红楼梦》美食 这是从书桌到餐桌 北京一姑娘 自学羊毛毡技艺 这是她用羊毛 戳制出来的小猫小狗和兔子 每一个呢 都栩栩如生 她还会为宠物主人 复活以示的宠物 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 回到主人的身边 这样的羊毛毡 暖暖的很治愈 甘肃明县十里正 药农利用情好天际 忙着量善和分解 当归党生等中药材 当地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带领农户走上制服路 瞧见没 中药材发药材 继续来关注乐点话题 平时去网红餐厅吃饭 有时候呢 就担心这后厨啊 是不是卫生啊 饭菜是不是达标啊 现在好了 你想了解哪一家 这执法部门呢 就去检查哪一家 最近 成都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系列短视频走红 名字就叫 你点我查 网友只要爆出餐厅的名字 执法人员呢 就会直扑后厨 对各个细节呢 进行检查 整个过程 用短视频 给它展示出来 除了网友点名 这执法人员呢 还会随机打开外卖软件 抽查这附近销量 比较高的店铺 如果查出了问题 现场处罚 现场整顿 后续呢 还通过视频 向公众来反馈 整改的结果 检查哪一家店 网友说了算 这种执法模式啊 就迅速走红 每一期执法的视频 都有数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流量 通常 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执法 要么是定期来检查 要么呢 是集中来整治 像这种 你点我查的方式啊 就存在很大的随机性 能够让大家 看到更真实的情况 有网友说 每次看这个视频啊 就感觉自己呢 跟着这个执法人员 一起探店 有一种很强的参与感 另外 执法过程公开透明 其实呢 也是普法宣传的一个过程 有蔡英老板 她就根据这些个执法视频 对照自己有没有问题 然后呢 及时给她改正 你点我查 要么说 这就叫执法常在线 安全 看得见 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有网友爆料 说山东某中学校长 要求教师在高一啊 就教完整个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 高二高三则用来复习 一遍一遍的复习 为了达到这目标 这校长要求所有年纪呢 都要加快教学的进度 还推出了一个早早读 多早啊 就要求所有住校生 每天早上五点 就开始早早读 这老师呢 也必须在场 这么一种教学方式呢 就引发了质疑 这不就是超前教育 亚苗助长吗 学习 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高中教育实行三年制呢 那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 符合教学规律 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 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你现在要一年 上完三年的课 那显然偏离了轨道 急于求证 那往往啊 适得其反 据了解 这学校啊 教学加速之后 这老师和学生啊 每天 那就像是旋转的陀螺啊 根本停不下来 做习规律完全被打乱 有些老师呢 那身体啊 越来越差 同学呢 也是根本就睡不够 一方面是身体吃不消 另外一方面 学习效果也不好 那老师 为了求快 这课堂上啊 很多知识点 只能讲一个表面 没办法深入讲解 这学生跟不上 听不懂 学习成绩下降 甚至啊 少数学生 都有厌学的情况 这是引发热议后 当地教育管理部门 介入调查 折令学校 恢复正常的教学进度 并对校长呢 欲停职处理 都说 一位好校长 就是一所好学校 学校能不能办好校长 往往起到关键作用 作为管理者 就应该有长远的规划 而不是胡乱发号实力 要我说 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 才能给孩子 更可塑的未来 好 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瑞茨 幻想税 这说的是幻想 购买了某件东西 就能拥有美好生活 可买到手之后 却因为不能坚持 这生活呢 并没有发生改变 买的东西呢 就荒废在那 这就是花钱 交了一个幻想税 你比如买书的时候 幻想着 几个月之后 就可以学富五车 可实际上 买书如山倒 读书如抽丝 有些书 它包装都没拆呢 再比如运动健身 就幻想 能练出八块腹肌 花钱买各种跑步装备 结果呢 跑了几天 都不想出门呢 于是呢 又花钱买一台跑步机 幻想在家 能坚持锻炼 可新鲜炼一过 跑步机 就在那击灰 这幻想税啊 只交了一笔又一笔 有人开玩笑说 商品本没错 错的呢 是落在我手里了 要我说呀 想要生活美好 少一些幻想 多一些行动 欢迎回来 我们来说一说 高价率值 图片上这种植物呢 叫成饼锦 曼绿龙 被称为是植物界的爱马仕 它有多贵呢 一片叶子 好几千 买这么一株啊 得几万 而且有的时候还买不着 还得要配货 才能买到 所谓配货 就是你呀 要先买够其他的植物 才给你配一株 这个成饼锦的货 像这样的天价绿植 还有不少 那今年夏天 一株白锦归备竹 在国外拍卖网站 那是拍出了十二万的天价 九片叶子 那平均一片呢 是一万多呀 刚刚咱们说到的两株植物 名字里呢 都有一个锦字 锦啊 指的是绿叶上 出现的白色黄色 或褐色的斑块 这原本是一种基因缺陷 可是没想到呢 这个缺陷呢 被宣传成了 意想不到的脆弱和美丽 就变得呢 奇货可居 不过 当价格越来越贵 这植物呢 也就渐渐变成了 另外一种潮流玩具 在观赏收藏之外 还被赋予了投资的属性 就如同什么炒鞋啊 炒盲盒一样 很多人 花大价钱 买入高价绿植的同时 也在期待 这个价格呢 还能继续往上涨 然后从中大赚一笔 你看哈 击鼓传花的游戏 哪个领域啊 它都有啊 只是谁 也不知道 哪一天 这泡沫呢 就破了 要我说 在买这个天价绿植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了 它到底 值不值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羽龙服购买指南 气象专家预测 今年冬天将会是一个寒冬 需要一件保暖的羽龙服来过冬 买羽龙服那是技术活 里边门道不少 最近一份羽龙服购买指南 在网上火了 它其实呢 是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由上海黄浦区市长监管局公布 跟一般的格式化的文书不同 它因为专业详尽的科学解释 就非常的实用 被网友收藏 说这样是羽龙服的购买指南 这个服装品牌之所以被处罚 是因为广告语当中 用了国家级 最高级 最佳等极限词 就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 此外 该羽龙服品牌还特别强调 他们用到的鹅绒鸭绒 来自一个专门的产地 是优良企业最保暖的 对此 《处罚决定书》就分析说 羽龙的保暖性能 有两个关键指标 寒容量 蓬松度 好的羽龙服 一般都是90%的羽龙 加10%的羽毛 在同样的含容量之下 羽龙服的蓬松度越高 就能够容纳的隔热空气越多 更加的保暖 而蓬松度呢 它也是有量化指标 最高以前超过800 那就算高品质 这两个指标 跟什么鸭呀鹅呀 它的生长周期是有关 生长周期越长 羽龙成熟度就越高 保暖性就越好 但跟鹅跟鸭的产地 没任何关系 其实在广告中强调 羽龙产地的 还不仅仅是被处罚的这一家 在网店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一些羽龙服的品牌 都强调是从哪里哪里进口的 说缘起寒地 更懂温暖 这一类广告方式 在奢侈品营销当中比较常见 往往啊 都是着重强调原料产地 所以挑羽龙服 那也是有学问的 商家的广告 可不能全信 所谓正中产地的鹅龙鸭龙 很可能 那就是鸡同亚甲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